緬甸其實是一個很豐富、很美麗的國家 很可惜種種歷史的因素、複雜的政治因素 導致緬甸的經濟一直落後 其中COVID-19之下 導致外來的投資和旅遊業一缺不振 令緬甸政府要鋌而走險 透過賭業希望可以增加收入 而偏偏黑邦集團也利用這種情況 加上武裝少數民族的存在 導致黑邦帝國可以連通 柬埔寨、泰國、魯窩等國家 甚至一小部分越南的地方 馬來西亞也受到很多影響 大家好 詐騙金箍安驚動世界 不單止亞洲很多國家都涉入 而且在救援方面來說 到現在都遠遠是未看到楚光 因為這件事情當然柬埔寨已經是眾此之的 但是泰國也慢慢浮上水面 不過最重要的一個國家 相信大家都猜到 當然就是緬甸 KK原居出了名 緬甸才是黑邦帝國最後依託的地方 很多人會問 為何會是緬甸呢 緬甸究竟是甚麼地方 為何會他們有這些武裝禁固的地方 那麼讓人害怕呢 話說黃賭毒是一起的東西 通常都是黑邦的人操控的 原來2019年當時緬甸修改了賭博法 容許合法化的賭博 當時的考慮來說 大家想一想2019年是一個甚麼環境 因為全世界的經濟 都是因為COVID-19開始就有影響了 緬甸這個國家一向都是很孤立的 經濟都是非常之差的 所以當時的軍人獨裁政府 就希望可以增加收入 這個是明顯的 因為過去來說 緬甸作為一個佛教國家是嚴格禁到的 即使有很多博都在邊境的地下 地方有些地下賭場小規模 但2019年合法化之後 又吸引了很多華人 泰國人 以至其他一些人去那裏投資 開賭場 這是一種公開的投資 亦有很多商界的人 合法進去投資 開賭場 但原來緬甸政府還有他深遠的考慮 一方面 開賭場來說 就容易得到政府 可以有更多的入息 大家都知道 你看看澳門就知道 但同一時間原來就和緬甸政府 和很多少數族裔的武裝集團 大家都知道 黑倫邦 其實還有 果錦邦 黑陰邦 陰邦 那邦 這些都是有武裝的少數民族 他們和緬甸政府軍經常都有交火 為了要穩定緬甸的政局 政府就想出 我通過開賭 就和這些武裝集團講數 你好我好 從此之後 政府和這些武裝集團的關係 就變得更加複雜 政府和他們的關係 很多時候就講不清了 這個也是為什麼 後來那個人口販賣這條 黑幫的路線來說 可以由柬埔寨 老窩 去到泰國 然後去到緬甸 這樣就是一條龍 其實是有關係的 很有趣的一件事 大家就會問 即使是這樣也好 其實很多國家 自從金三國這個威脅之後 都已經對緬甸有很多禁忌 當然國際刑警都很關注 但是為什麼這樣的人口販賣的路 這些詐騙禁固 可以這樣通通通通到緬甸 這個就和大家講一下 因為緬甸這個國家 它有135個民族 緬族只是其中一個 緬族佔了緬甸的人口大概接近七成 但是另外三成就有134個被承認被圍的民族 還有十幾個極少數民族是不承認的 很多這些小數民族 它偏偏就是分佈在緬甸和泰國和老窩這些國家的邊境 如果大家看回緬甸的邊境線其實是很長的 那麼這些小數民族擁有軍隊的他們是有在邊境那裡的 正正這個邊境這樣的連接 他們又可以通過這些和黑幫的關係 將那些人口販賣 所以就可以由柬埔寨一路輸送去到緬甸這些所謂園區那裡 有這種關係 所以緬甸這個國家來說 它的複雜性遠遠在東南亞那麼多國家當中 不是大家可以看得那麼簡單的 緬甸來說它是軍人的專政 軍人一直扮演那個專政的角色 所以即使是昂山素姬在2015年成功 在它所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全民盟的選舉當中勝出也好 軍人仍然可以控制國會四分一的議席 而且國家的內政部、國防部、警察部 還有很重要的一個名字叫做邊境事務部 都是軍方控制的 即使是總統就算昂山素姬做了緬甸的國務資政 都無權插手剛才所說這幾個部門的 這幾個部門絕對是軍方的控制 也是軍方和這些武裝陣營的關係 所以緬甸政府很擔心和這些武裝的小數民族的關係 經常都會因爲大家的小規模的戰鬥引致大規模的戰鬥 2015年在雲南的邊境當時的果錦族他們是漢人 就和緬甸的政府軍打起仗上來 因爲緬甸就將他們的軍隊的炮火打到中國的雲南省 雲南的瑞麗、雲南的騰聰都是和緬甸交界的地方 緬甸的雲南的瑞麗來說 就在那裏被他們的炮火攻擊得到 所以中國就非常之憤怒 有趣的是這些武裝的陣營來說 他們的軍火、他們的槍下來說 有不少是中國那邊走私過去的 更加加重了緬甸軍方和這些少數民族的武裝的矛盾 緬甸之所以在這麼久 在這個國際的關係和周邊的國家那種複雜性 還因緬甸來說 它其實是吸引到中國、印度、日本和韓國的投資 美國當然也是重要的投資者 所以在2015年昂山素姬經過選舉之後 美國成為國務資政之後 美國也增加了它的投資 但是無奈這些國家的投資 因為緬甸內部的問題複雜 令到很多的投資最後就不了了之 譬如說中國在這個蜜蟲水庫的一個計劃 其實很大規模 已經投資了百多億的 但是因為黑音族他們的反對 最後都告吹 緬甸政府來說 跟中國和美國很多這些投資因素的關係 也罵得很不愉快 所以緬甸可以說是很難去管治 即使是民主女神昂山素姬都因為羅興亞人 大家聽過這個名字 羅興亞人在2015年因為受到緬族的迫害 很多人就要遠離他鄉走過去是隔離的 結果很多人在沿途當中餓死的 染死的都有 羅興亞人在緬甸有110萬 是一個相當大的比例 但是因為在歷史上 羅興亞人來說是伊斯蘭教的 其實跟七世紀的時候阿拉伯人、伊朗人很多的關係混血 他們是信奉伊斯蘭教 跟緬族佔了緬甸大多數民族的信奉佛教 極度是不對的 所以他們一直都有民族和宗教的衝突 加上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日本佔領緬甸 利用羅興亞人來迫害緬甸的佛教徒 所以這種的恩怨一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都留在民間那裡 所以變成2015年羅興亞人和佛教的緬族的人發生衝突 最後國際法庭判了出來 就說要翁山素姬好好處理 翁山素姬迫於緬甸裏面的複雜性 最後都是對這件事無法處理得到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緬甸這種國家的複雜性 跟他們的邊境線那麼長 這些武裝的集團 宗教民族的糾噴 加上軍人的獨裁 儘管緬甸有很豐富的資源 如果講到自然的資源來說 其實全世界的投資者都知道緬甸的厲害 水力非常豐富 否則我們中國不會跟它合作就起水壩 它的緬甸域、緬甸補石都是世界一流的 緬甸還有稀土 近這十幾年日本和韓國想大量開發緬甸的稀土 稀土的重要性我都不需要多說 是很多軍事的用品、軍事的武器、高端的科技的儀器 都是必須要有稀土 變成緬甸這個稀土也很吸引 所以緬甸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國家 一個很豐富很美麗的國家 很可惜種種歷史的因素 種種複雜的政治的因素 導致緬甸的經濟一路都落後 其中COVID-19之下 導致外來的投資和旅遊業都是一缺不振 令到緬甸的政府來講 要挺而走險透過賭業希望可以增加收入 而偏偏黑幫集團也利用這種情況 加上這些武裝的少數民族的存在 導致黑幫帝國可以連通柬埔寨、泰國、魯窩這些國家 甚至一小部分越南的地方 馬來西亞都有很多影響受到的 所以緬甸這個國家 我們有機會再跟大家深入去分析 它這種複雜性 它後面的發展 在現在地緣政治這麼重大的轉變 當我們中國這麼重視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的時候 它的前景會是怎樣 它有沒有機會擺脫經濟嚴重的落後 從而來講能夠做到衣食足之榮辱 最後來講是減去了金三角和黑幫的集團和政府的勾結的影響 後面我們再跟大家做深入的分析